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喜梅吴 今天来聊聊房产投资被严重低估的城市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机眼巧合看到的几个投资视频 都没有正确的介绍这座城市的优缺点 特别是作为房地产投资人 这座城市是不是值得投资 投资它的好与坏有哪一些 都没有得到全面正确的介绍 让我实在易难平 故而今天开一篇来聊聊自己的想法 下面会通过浅显的出印象 列事实 到后面的房地产实操心得 数字分享 大家耐心看到最后 就能明白为什么这座城市被严重低估了 这里重申一下 今天讲的所有内容 都是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分享 绝不是纸上堂兵 正因为在这个城市真正实操了房地产投资 特别是多套房投资 才想根据自己的真实经验 打脸网上的不时分享 咱们不管弯磨脚 那这座被严重低估 特别是被房地产投资者严重低估的城市 是哪一个呢 当然是蒙特利尔 作为加拿大第二大城市 曾经比多伦多有更重要的历史地位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各种经商都通蒙特利尔 加拿大唯一只举办过一次的夏季奥连匹克运动会 就是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这里还不提及它的美 也就是大家口中称到的北美的小巴黎 就是蒙特利尔 独特的欧洲风味 人性化又极具设计感的各种建筑 人文底蕴等 光是说著名大学蒙特利尔就占了好几个 比如迈吉尔 康考迪亚 优康等学府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文明世界发达的产业 比如航空业 设计 video game等 上面聊完基本的事实 下面作为房地产投资者的角度 让我们再来细细探讨 您为什么应该在这座城市投资 首先作为加拿大第二大城市的蒙特利尔 房价比多伦多友好太多了 在多伦多买一个空斗的钱 就能在蒙特利尔买到一个很不错的独立房 先不说投资 即使是自住 对于新移民 特别是有小朋友的家庭 住独立房 也就是国内所说的别墅 让孩子们在自己的小院子奔跑 不怕打咬到楼上楼下的邻居 自由快乐的成长 不香吗 为何同样的价格要憋屈在公寓里 相信许多人背井离乡 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 住得更舒服 如果住公寓和国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住独立房绝对生活秉质上更上一层 当然每个人个案不一样 有些小伙伴就喜欢住在市中心的高档公寓 省了打理房子的麻烦 特别是有成人孩子或者当身人士 更青睐公寓不用操心照顾房子 无论喜欢哪一种 至少价格清明能让您有选择的可能 喜欢公寓或者独立房都能买得起 这几年许多人醒悟了 体会到在这个城市投资的好处 独立房的价格也开始在往上走 但是相比多伦多还是有许多上涨的空间的 其次相比于其他城市 蒙特利尔的地位举足轻重 视为第二大城市 却有着三线城市的房价和更好的现金流 同样一百万在蒙特利尔买到的 绝对比在多伦多买到的物业性价比更高 特别是想做多套房循环贷款投资的 比起多伦多 蒙特利尔投资门槛低许多 时操性更大 多伦多的工资顶多比蒙特利尔高出20%到30% 好些职业还未能达到这个增幅 房价却比蒙特利尔高出太多了 除了家里有矿的 相信大部分人想开始进行房地产投资 在多伦多确实有点望而却步 多伦多50到60万 顶多能买到起步的物业 在蒙特利尔却能买到更进阶的物业 同样的价格买到的物业 大部分情况下 在蒙特利尔能收到的租金更高 比如60万多伦多买到的公寓 能租2000多 在蒙特利尔买到的plus 可以租3000多 我们买下的triplus就是最好的名证 还没有空斗费 如果大家有跟踪我们的频道 其中有一期我们提到的一年多买了五套房 就是得意义蒙特利尔得天独厚的性价比 特别是疫情期间低息 所有的租金不但覆盖了月工 还覆盖了保险 地税 消税等费用 相信别的城市很难做到这一点 即使可以做到 它也不是加拿大第二大城市 当然现在利力不断上升 时机没有当时好 但对比别的城市还是非常不错的香伯伯 时间会验证一切 五到十年后回看今天的房价 希望您不是那一个观望及抱怨又错过的人 聊完上面我们接着聊聊第三个 为什么应该在蒙特利尔投资的理由 也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上许多人一直在诟病蒙特利尔太注重法语 扼杀了许多机会 每件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 要取决于林斯康磅杯水空还是磅杯水满 别忘了加拿大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两种 多学会法语 为以后就业生活都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会法语 无论在蒙特利尔 多伦多或者在加拿大别的省份找工作 绝对更加的吃香 身边认识的亲人朋友 找工作时都一一印证了这一点 不让就业范围更广 工资也会比一种语言的人高 先别说在加拿大 即使以后想去说法语的国家工作生活 都提供了可能性 不要错听 错信网上的各种言论 大家背景离乡移民 不但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下一代逆天改命 在蒙特利尔同样的前 有更多的物业选择 还能多学一门语言 何乐而不为呢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 是对比多伦多与蒙特利尔的生活品质 交通费用 和人们在该城市生活的渔业港等 蒙特利尔都与多伦多差不多 有某一些选项比多伦多更好 比如说交通费用和在该城市生活的渔业 幸福港等都比多伦多更强 所以说选择蒙特利尔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好了 上面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这里让我们再快速总结一下 为什么不应该低估蒙特利尔在房产投资领域的价值 因蒙特利尔是加拿大第二大城市 但价格却远比多伦多温哥华低很多 还有很多升值的潜能 蒙特利尔产业结构丰富 故而还会有许多新移民流入 发展潜能巨大 三,作为双语城市 来蒙特利尔投资能让孩子们多学一门语言 有更好的未来 同时在蒙特利尔买的物业性价比 远远比多伦多温哥华高 以上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唠客的内容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栏 发表一下你们对蒙特利尔的感觉 你们是否也同意它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城市 喜欢这一期内容的小伙伴 也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 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